欸Coco 我上次啊 上完基鼎老師的課之後啊 我就再找到了一張 散戶投資心態的梗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是在講什麼 他前面剛開始那一段 真的都符合大家心情耶 你看長下去的時候 一直不斷聽大家講 欸 誰賺了多少錢啊 哇 我再看一下 好 進場了之後 結果呢 真的是最高耶 買在最高點 沒錯 然後結果咚咚咚下來之後發現 欸 我應該是在最低點了吧 我就融資來買股票 對 結果呢 覺得低點出現了 最佳買點出現了 我沒錢沒關係 我再融資 對 結果 啊 又再繼續往下跌 唉 算了啦 蓋牌了啦 這時候心態就是這樣 不然就是短期變長期 對 改變心態 結果 好像砍在最低點耶 這是阿呆股吧 結果呢 反彈的時候又想說 沒關係 我看這張股票看了很久 它現在下跌一定就是空的好時候 對 好 我就放空 好 我放空之後 我要把失去的全部賺回來 結果 馬上噴出去啦 那這樣我們是反指標嗎 真的 這真的是散戶的心態耶 趕快來鎖定今天這集 老師要告訴我們的散戶 還有其他什麼徵兆要避開 歡迎收看投資很扣移 理財真Easy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瑞儀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何姬鼎分析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GD老師 好 上次呢 我們已經跟大家講了很多 投資人心理狀況的問題對不對 其實投資人啊 還有很多心理的狀況 我們沒有討論到 我們今天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很多人 最多人最多人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這個 就是做短變長 什麼叫做做短變長 漲起來的時候 你就一直進去戳 一直進去戳啊 做波段 然後之後就說我做長期 對啊 你看一下 以大力光這個前面這一段 我們畫紅線這一段 你會發現他股價就是一直向上漲 從3540塊 一路漲到6075塊 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坦白說啦 你不管是KD指標20以下買 KD指標80以上買 都賺 你不管怎麼買 你報一下都是賺錢嘛 沒錯 但是你又發現啊 投資人每次就賺 我們上集有講過 就是賺那個便當錢 賺那個買菜錢 你不斷的賺便當錢 買菜錢 你覺得好開心啊 很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賺得很開心 你就每天買雞嘛 對不對 結果呢 夜路走多了 你知道都會碰到鬼了 有的時候呢 你想想看 你在這邊追高 是不是 你追高進場的時候 他會不會長更高 假設你不小心在這附近 追到高點 或者是在這邊追到高點 對不對 結果他這一次不一樣了 這次跟你來真的跌了 真的跌了 從6000塊一路跌到4000塊 6000塊跌到4000塊耶 是不是跌幅跌得很慘 也就是說呢 大部分人在這邊做短變長之後 你之前賺的可能賺3 50萬 這邊一波下跌 你可能就賠100萬 連本代替都輸回去了 你會發現在這剛下跌的時候呢 大部分人都會幹嘛 凹單嘛 對 為什麼凹單 凹到最後呢 你就永遠不會出了 為什麼不會出 因為你會覺得 你是在做投資 你不是在賭博嘛 對啊 我不是在投資 我沒有輸錢啊 我看好他 我看好他 信念嘛 老師說的 對啊 只要沒有出廠 都是沒有賠錢 所以你本來做短線的 卻變成做長線 其實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做短線跟做長線還是有點差別 既然你要決定要做長線 你要照我們上個禮拜 跟大家講的那個操作方式 在大家不敢買的時候 你要勇敢進場承接 可是呢 如果你要買在相對的高點 你就要知道漲不上去 就要趕快撤 對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做短線跟做長線要分清楚 你不要做短線 把它搞成變成自動升級 變成我是長線 我是長線 我沒有輸錢啊 對啊 我只是投資嘛 在裡頭 我領利息 老師那要怎麼看說 我現在是要做短線還是做長線 如果一直像上漲的股票 你就是要做短線的啊 就是你在漲起來的時候嘛 你就要告訴自己 我是做短線 我是做短線 好 對不對 了解嗎 唸三遍 沒有開玩笑的 好 所以呢其實啊 大家就是 散戶有很大的一個缺點 就是做短線變成長線 你自己把它升級了 這是最常看到的錯誤 所以啊 我之前在做持股診斷的時候 我曾經碰到有客戶啊 就記得三張 A-folds 好多 A-folds喔 裡面全部都是嗎 全部都是滿滿的 都是它的股票 沒有控格都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來的 累積多年的股票 天啊 對不對 做短線對不對 你就被套牢 套牢以後 你又從另外一個地方重新開始 就一直累積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一打就打了什麼三個小時 打不完啊 打到我們都要喪失人生的意識 所以做短變長真的不要 做短線就是做短線 該出場就是該出場 你要記得自己要做短線 可是做長線呢 就記得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不敢買 勇敢進場 好再來呢 還有很多散戶有一個問題 跌倒了 就是從哪裡跌倒 你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從友達跌倒 你就要從友達站起來 我超多朋友從友達跌倒的 是喔 最近又跌了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近又跌倒了嗎 你看 這陣子又長回來幾年前的事情 不過也證明一件事情 你的朋友還是會站起來的 因為你看他之前可以長到這邊 又跌下來 那我給他希望 對可能要擺個幾年了 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跌下來的時候 你就想說 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 對不對 所以跌下去的時候 你會想要買更多 對 我這邊就有 之前有一個客戶我看到的狀況 就是 他50塊這邊呢 買進 你不要覺得 你現在回頭去看 也許你會覺得 怎麼會在50塊 這麼高的點位去買啊 不過他前面有漲到70塊啊 對啊你在當下 你去看 他是從72塊跌到50塊 他已經忍耐很久了 他忍耐很久了 對不對 而且他跌到這邊 是相對來講 是前坡的低點附近 他其實也是跳的買耶 真的 因為我們都在猜 股票右邊的走勢 是長什麼樣子 是啊 對不對 不是樂觀的 都猜錯了嘛 猜錯以後他就50塊買進 40塊買進 他這也算厲害了 是 因為他會每隔10塊錢去買 樓4樓3樓 跌到2樓 18樓怎麼辦 18樓跌完還有下面的嗎 我不知道 沒有啦 好所以呢你看看 他50塊買進 40塊買進 30塊買進 很有益的一路給他攤下去 真的 就是買到20塊 買到20塊 終於反彈了 反彈到40塊 這附近 這邊我們畫起來 這個框框之類 他在這附近 開始有賺錢了 有小賺喔 有賺錢你賣不賣 他折磨你那麼久 你賣不賣 你賣不賣 我自己一定會賣 我超怕 你一定會賣 我想要打平耶 真的賺很多再給他賣 我就打平至少50嘛 至少50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其實 我覺得很多人會有這種心態 為什麼 因為畢竟他折磨你們那麼久 對啊 折磨那麼久總該要拿點利息吧 他們想說我定存的話 都比這個還要高 對啊 所以很多人會 撐了那麼久 談起來他不願意出耶 都算盡通膨率 對啊 鬆通算續算 結果呢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他會怎麼樣 剛剛是在這邊喔 本來可以賣了 本來有小賺 賺一點點賺1000塊 手續費賺回來 你不想出 結果你繼續抱著他繼續跌跌到 最深跌到8.19塊 成歸成土歸土了啦 10塊買進的喔 最高成本 你還貪得下去嗎 貪得下去嗎 這時候呢 該怎麼辦 怎麼辦 有新方法嗎 有新方法 什麼 去龍山寺 所以還是拜拜 許願 許願 喔 可以嗎 不用亂講話 等一下人家真的去龍山寺排隊 對啊 就是許願 開玩笑的啦 其實跌到這邊 大概也只能求神問福了吧 真的 因為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你就拜託神明讓他回來 還有第二個方法 什麼 第二個 有 什麼方法 換一家券商 為什麼 因為換一家券商 你就看不到他啦 重新開始歸零啦 從零耶 從零開始不斷 因為我現在第一階 我就是賺耶 我不用看前面的 看不到啦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對沒錯 很多人是用這種方法 你不要不相信啦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認真的面對績小 好 所以我覺得啊 這樣疊下去真的不行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一直疊下去 你一路貪一路貪一直貪 最後都是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做 越貪 越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與其你要從這邊賺回來 你不如啊 要不要風險分散一下 去做其他的 還有真的要貪的話 真心的給大家一個建議 買好股票 而且呢 或者是 建議ETF 比較好一點點 就像我們上一集講的 因為ETF沒有選股的問題 他一定會回來的 只是 時間的問題 對對對 時間的問題 三年還是五年 都可以啊 都在那邊 對啊 蓋牌 好所以就是 還是要選好的股票 或者是你選ETF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財務投資朋友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啊 這個事件啊 是真人真事 沒有改變 你遇過的 你遇過的 欸就是在下本人物啊 我說你喔 真人真事沒有改變的 沒有改變 多年前啊 來自於何先生啊 對對對 好多年前啊 那那個時候 很多年前那時候 就是在這邊小小的做一點點 嗯 你看這一波上去呢 一路向上漲 對啊 然後這邊有獲利十五萬 獲利十五萬那個時候呢 在相對高點的時候呢 我其實心裡已經想到一個完美的策略 好 漲上去呢 我就讓他賺更多 好 跌下去呢 我絕對要把我的獲利保住 所以我已經畫了一條頸線 這是技術分析教我們的 好 對不對 這條線畫出來之後呢 一切都有答案了 好 什麼答案 跌破這個頸線就是你不能再拗了 沒錯 對 你跌破一定要出 嗯 跌破一定要出 真的跌破那一天當下呢 當下看一下你自己的損益 嗯 從賺十五萬變成賺七萬 賺七萬啊 還是很多啊 還是很多啊 一台機 又是機車 又是機車 好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呢真的 你不會想說還是賺錢 你會想的是 因為我曾經賺過 八萬 對 你會想的是你少賺了那八萬 那八萬你會想說 哇我少了那八萬我能幹嘛 買一台機車 對 又是買機車 再加一點安全帽 還安全帽都送你了 好貴 對不對 所以呢你那時候就想說 啊反正就熬下去 反正你看那是上陣 上陣兩倍嘛 嗯 那時候就心裡就想說 欸其實我們剛開始很多人都會這樣子 你先 設定好你要出場或進場的一個目標之後 真的到了 你不會出你會開始幫自己找理由 對啊 那時候呢我給自己的理由是什麼 什麼 我那時候是想說 入股嘛 對 入股是指數欸 指數怎麼會跟小型股一樣 啵啵啵啵啵的下跌 對啊 不可能嘛 我等反彈再出 反彈再看狀況 好 結果呢從那天跌下來 從這裡喔 你去看一下 啵啵啵啵啵的跌 跌到這邊都沒有反彈 咕嚕咕嚕咕嚕的往下跌 哇啦哇啦哇啦 所以跌到這邊 變賠錢了 從賺錢 一路帶你到 賠錢 真的很慘 很慘 好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 技術分析還有教我們一件事情喔 好 長到月線 長不上去我就把它出掉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一直盯著月線 一直盯著月線 月線是哪一條 這一條線喔 好到哪裡碰到 到這邊碰到 到這邊碰到了 我也沒有出 我覺得你沒有出 答對 為什麼沒出 貪婪 不對我們要堅守紀律 那時候呢 我們是堅守紀律 對啊有點貪婪 那時候我想說會不會回來 對啊 好 那時候呢 想說會不會回來 我又給自己一個條件 你看 有沒有發現很傳神 就是大家在碰到自己設定好的位置的時候 就會開始給自己找理由 那時候找的理由是 技術分析說三天站不穩才是站不穩 所以我就想說給他三天 結果他沒有給我三天 他隔天就大跌了 隔天就大跌了 這邊 有沒有碰到月線嗎 有 隔天就大跌了 真的而且那根成交量很高耶 對啊 大家都出我了 對 大家都一樣的事情 所以到下一次我就告訴我自己 碰到月線 一定要出 好 所以真的碰到月線喔 真的碰到月線出場 大賺了六千塊 好棒喔 有隻雞了 六萬喔 六千塊可以買很多隻雞 沒有機車 這算有賺嗎 沒有賠了 有雞 沒有機車 沒有機車 好 那也不錯啦 好那我只是跟大家講 這其實是普遍上 賞戶朋友們都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很多時候你本來賺錢的 對 你會捨不得出 對 你捨不得出結果你就抱著抱著抱著變成 變成賠錢的 對 所以有的時候還是要堅守紀律 很重要 紀律很重要 但是很多散戶朋友他們都會一直改變 改變他們的策略 對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探討到一個人的信力神秘 就是說 欸你當初想好的建議啊 寫 寫筆記本寫起來 寫下來 寫下來 還是直接寫在自己 還是刺起來 刺青的好了 又要唱歌 刺青好了 刺青 結果你會滿身都是喔 一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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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滿身 沒有啦 這開玩笑歸開玩笑 但是講真的 就是我們投資的時候 一定要切記 自己當初的初心 你當初如果是要做短線的 你就要堅持紀律 如果你要做長線的話 接下來你就要勇敢的進場 對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堅守紀律的話 記得要想一些方法幫自己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寫在紙上 那個是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 我們講完還是要認真一點好不好 好 導播幫我當那個卡掉 好 那個認真的就跟大家講說 有一些人性的東西 大家要了解 真的做不到 想辦法幫他做到 寫在紙上 真的碰到 就看著紙 勇敢的做下去 記不起來就放在手機封面 手機封面 封面就打開每天都看到 你的紀律是你是做短線 跌坡100塊就是要把它出掉 比如說啦 或者是漲到120 要停利 也不是都是往壞的方便起來 也許是好的啊 對不對 就是該停的的時候就要停利 該停損的就要停損 那切記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太悲觀 最近股市在跌大家很悲觀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點好消息 這是過去來講 從1900年啊 100年以來 造窮股票的歷史 來我們來看一下 長期來看這股票是偏多還是偏空 你看一下 偏多 對啊 但是你會發現啊 這中間很多很可怕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最近最可怕的事情 什麼 疫情 減債 還有嗎 剛剛不是要講三個 要講三個 要重來要重蕊 好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很多的一個事件 比如說甘乃迪遇刺 甘乃迪遇刺 覺得可不可怕 美國總統被刺殺耶 很恐怖 很恐怖嘛 那我們再看到911的恐怖事件 我們現在回頭一看 當下你覺得很恐怖 跌了很多 但是你回頭一看 其實也沒有跌那麼多 對不對 只要你把時間拉長 股票長期來看 只要市場是有資金的 都會偏多的 這後面會跟大家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有資金股票就會漲 這是2000年之前 100年的走勢 其實看起來是偏多的對不對 對 那2000年之後呢 2000年之後你看一下 是不是還是偏多的 對 2001年的時候呢 網路泡沫 對 稍跌了一下 跌完之後 是不是繼續向上漲 對 漲完之後出生了一件什麼事情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出完了之後呢 就一路向上狂飆 到去年的新冠肺炎 其實也是瞬間就是跌這樣子而已 對 又繼續向上漲了嘛 對 對不對 也就是說股票長期來看啊 都是偏多的 那只要你堅持 報勞好股票 其實都是會賺錢的 只是你心理的層面可能會跟不上 正好搭配 最近在跌 想說給大家一些就是心理的建設說 欸 接下來不要怕 其實只要有錢 股票都會賺 都會漲回來的 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08年有沒有感覺到特別陡峭 有 從08年開始 美國就有一個政策叫做QE政策 所以呢就一路一路一路 印鈔印鈔印鈔就漲上去了 所以現在呢 他只說要減債 減債只是說 本來印1億 變成印5000萬類似這樣子 所以還是印錢嘛 還是在印錢 市場還是有錢 市場還是偏多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 你最近股票下跌呢 欸 撐一下就會過去了 只要沒有重大的 國內外的重大利空 比如說剛剛講的金融海嘯 新冠肺炎 網路泡沫 都沒有的話 其實長期來看還是偏多的 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加分享 訂閱 小鈴鐺 非時間 只要謝謝 入口